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到城县的南部来验一个房子 非常宽的一个外立面 而且门口的这种地种上大片的草坪或者花花草草 非常的壮观 这个房子呢 它是石材的这种柱子 看起来很高档 而且呢 它的车道比旁边的车道要长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现在呢 咱们进了车库 这一面特斯拉的电池墙还有太阳能 这个是帮客户争取来的 开发商送的 出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间距很宽跟对面的房子 远处大片的天空 很漂亮 这个呢 是WiFi的自动断水的 如果有漏水的话可以通过WiFi切断 融入了很多高科技在里面这个房子 现在呢 咱们到房子的侧边看一下 它是一个大扇形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它这一面完全遮挡不了采光 像这种地块呢 也是这个封闭社区里仅有的几个地块 现在呢 咱们进房子 宴房室已经开始工作了 一进门 这个地方不是卧室 是一个办公室 是额外的 它四房再加一个办公室 这边呢 是客厅 然后厨房 大的倒台 这个大冰箱也是有送的 这个面大窗户呢 直接看到院子里 种上大片的草坪 非常的漂亮 现在呢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一楼的一个次卧 这个才是卧室 带独立卫生间的 所以它是四房4.5个位 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现在咱们上到了二楼 占浴 浴缸 这种都是配置齐全的 另外呢 这次卧 每个都有卫生间 都有这种大窗户 可以看到远处大片的天空 整个这个房屋检查呢 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是空调的滤网 氧化碳探测器 还有这个空调的控制器 这个是它一个大的洗衣房 非常大的 左右放的洗衣机 烘干机 还有上下这种大片的橱柜 这个配置呢 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里面很多 比如说台面什么的 看起来都是升级的 其实它都是标配 因为这个建商的特点呢 它的标配就相当于其他很多建商的升级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额外花钱的 这些橱柜都有了 大窗户 你看这个采光特别好 这边没有遮挡 一楼呢 现在就是标记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开发商它马上就会修复 非常的快 这个一楼厨房的大橱柜 带抽屉的这种推拉的 这个都是很实用的一种设计 咱们再看配的这些电器 这些都是顶级的品牌 Wolf 然后上面抽油烟机 全部都是这种钢滤网的 超级大的冰箱 Sub-Zero 还有这边的烤箱 还有它的微波炉 全部都是Wolf的 这些都是顶级的品牌了 所以它的配置呢 方面是非常棒的 而且呢 这个检查室非常的仔细 你看上面稍微有点划痕 全部都会标记出来 可能这个就得换 然后这个是车库的控制器 上面带备用电池的 如果没电了 车库门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些小问题全都标记出来 这些都会修复 水压表 看看正不正常 然后有没有装 电车的充电口 还有所有的电源 有没有标记的清楚 这些都是检查的 跟检查室一起呢 标记了这些问题 这个很快就会修 红的 绿的 这都是标记不同的问题的 这里的有拖线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水压的泵 还有这个房子上面的隔热棉 还有天花板上面的设置 这个包括ring gutter 就是接雨槽 上面有没有走这种网 这些都是要检查的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电和瓦斯都可以用的烘干机接口 这里有没有漏水 或者是有没有潜在的风险都要检查 整个两个小时过去了 基本上跟检查室弄好了 现在在小区里溜达一圈这样的房子 你喜欢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